请继续收听莫言小说《风乳肥腿》 上官金童的神志渐渐清楚,但他依然不能进食 母亲找到区长,区长马上派人去买奶羊 区长送来奶羊,母亲去草地放羊 上官金童躺在炕上,偶尔也下地闲逛 但他的眼睛还是直呆呆的 想起纳塔莎拖着流血乳房的形象 泪水就会像箭一样从他眼里射出来 他懒得说话,只是偶尔自语几句 见有人来,马上就闭嘴 一个阴霾的上午,上官金童仰面躺在炕上 刚刚为纳塔莎伤辱流过泪 他感到鼻子堵塞,脑袋发昏,浓重的睡意袭来 这时候,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从来地和哑巴房中传来,驱散了他的睡意 他侧耳地听着,累得耳朵嗡嗡响 也没听到别的动静 他刚要闭眼,却又传来一声尖叫 这一声比上一声拖得更长也更加瘆人 他感到心跳加快,头皮发紧 好奇心驱使他悄悄地爬下炕,踮着脚尖走到东间房门边 从门缝里往炕上望去 他看到脱掉衣服后的孙不妍 像一只漆黑的大蜘蛛紧紧地孤住上官来地细软的腰肢 他的蚂蚱一样发达的嘴巴喷吐着白沫 一会儿咬着来地的左乳,一会儿咬着来地的右乳 来地的长长的脖子搁在炕眼上 脑袋后痒着,脸像白菜帮子一样白 那两只上官金童在驴草里见识过的风乳 像两个发黄的馒头软塌塌地瘫在肋骨上 他的乳头上流着血 他的胸膛上胳膊上不满伤痕 原先光滑洁白的来地 被孙不妍整得像一条刮去鳞片的死鱼 他的两条长腿一无遮掩地在炕上 像穆家一样轮打着 上官金童呜呜地哭起来 孙不妍吐出奶头 伸手从炕头上摸起酒瓶对着门板砸过来 他在逃跑前的一瞬间 看到莱蒂的脖子猛地仰起来 也看到孙不妍的大手猛地伸向了莱蒂的下身 莱蒂惨叫一声 上官金童飞跑着跑到院子里 捡起一块砖头砸在窗户上 他粗野地骂着 哑巴你不得好死 骂完了这句话 上官金童感到极度疲乏 拿他上的鬼影 在他眼前像青烟一样消散了 哑巴的铁拳打破窗户 砰的一声声出来 上官金童胆怯地倒退着 一直退到梧桐树下 他看到那只铁拳缩了回去 有一股焦黄的尿液 沿着从窗格子伸出的塑料管 滴滴答答地流到窗前尿筒里 他咬着嘴唇往外走去 在厢房的门口 与一个神情古怪的人迎面相撞 那人勾露着背 两条长胳膊无力地搭拉着 他剃着光头 花白的眉毛像毛刷一样支杀着 两只黑色的被细密的皱纹包围着的 大眼睛里深藏着一种令人不敢正视的东西 他的脸上全是大一块小一块的紫花疤痕 两只花花皮的耳朵不是因为烧的便是冻伤 萎缩得像猴尔一样 他穿着一身明显不合体的 散发着张脑味的灰色中山装 两只骨节崎岖 支着破碎的大手在两腿间抖动着 上官金童认为 这人一定是哑巴的战友 所以恶声恶气地问了一句 你找谁 那人恭敬地给他鞠了一躬 用僵硬的舌头和笨拙的嘴说 上官领地 我是他的鸟寒 鸟寒回来了 他双手紧张地摸着主席台上的白桌布 可怜巴巴地抬起头来 望着坐在主席台一侧 主持报告会的中学校长邱家福 结结巴巴地 我不说吧 说什么 我知不到 他的咽喉里好像堵着一个很大的异物 每说出一句短语 就像鸟一样撑着脖子 在短语的间歇里 他还发出一些怪异的非人的声音 这是鸟寒还乡后的第一场报告会 中小学的全体师生 区委的全体干部 还有各村文训外来的百姓 把学校的篮球场站得水泄不通 线报的记者端着照相机 从不同的角度为鸟寒拍照 鸟寒望望台下的人群 害羞地往后缩着身子 好像要寻找可以依靠的大树和墙壁 他不说话时便紧缩着脖子 耸着肩膀 双手捂在裤裆间 紧紧地攥着生殖器官 校长站起来 走到他面前 往茶杯里倒了一些开水 递给他说 老韩同志 喝口水 润润喉咙 别紧张 台下都是你的乡亲和乡亲们的孩子 大家都非常关心你 都为有你这样的明文世界的乡亲 感到骄傲和自豪啊 同学们 乡亲们 校长侧过脸 对着听众激昂地说 韩顶山同志 在日本北海道的荒山蜜林里 像野人一样生活了15年 他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 他的报告 一定会给我们巨大的教育 让我们再次以最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韩顶山同志 为我们做报告 台下掌声雷动 我们都被校长富有煽动性地讲话 激动得热泪盈眶 鸟寒伸出一只手 像老鼠试探着树架上的诱饵一样 摸了一下茶杯的把柄 急忙缩回手 又摸了一下 他才哆哆嗦嗦地端起茶杯 皱着眉头喝了一口 热茶烫着他仰起下巴 紧紧地闭起眼睛 茶水沿着他的下巴流到他的脖子上 他坑坑地像老刺猬一样 咳了一阵 眯起眼睛 仿佛陷入了沉思冥想 校长转到他背后 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 恳求道 说吧老汉 这是在祖国 在故乡 在亲人的怀抱里啊 鸟寒扬起脸 眼里啪哒啪哒 掉出养滴泪说 说 校长亲切地鼓励他 说 一定要说 那就说 他低下头 双手还捂着当肩 沉默了几分钟 抬起头 沉脖子瞪眼 艰难地说起来 鸟寒都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自己那天在打鸟的时候 碰到了日本鬼子放枪 自己跑 他们追 自己一弹拱 打瞎了一个日本兵的眼 日本兵抓住鸟寒 绑胳膊打腿 用枪托子绳子拴着 一串一串 一共三串一百多人 问鸟寒说 是不是下装户的 看他又像个无业游民 鸟寒说 自己不知道什么叫无业游民 他们就啪的打了鸟寒一耳光 鸟寒不服 被绑着 日本兵抽了他的弹弓 拉了一下皮子 说你还说不是无业游民 就用鞭子 棍子 枪托子 轮番地打他 问他到底是不是 无业游民 而且还劝他 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让他认了 到了火车站 解开绳子 一个挨一个地 往火车里走 鸟寒撒腿就跑 头上枪子嗖嗖的响 炸了银 马队迎面过来 一刀砍在鸟寒的脖子上 几颗人头落了地 白眼珠子往上翻着 满手是血 上了火车 到了青岛 压到码头 站在两边的小日本 用刺刀逼着 让他们又上船 跳板一撤 船开了 船上的人全都哭了 爹啊娘啊叫起来没完 也不知道 把他们送到了哪里 反正总觉得 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了 他们晃啊晃啊 吐啊饿呀 吐了死了的 就拖到甲板上 扔下海去喂鱼 一群群鲨鱼 跟着他们的船 一群群海鸥 也跟着他们的船 后来他们到了日本 又坐火车又坐船 到了北海道 进了山 山上的雪 没过大腿 冻的人脸清 耳朵流黄水 他光着脚 住在木板房子里 也不让他们吃饱 只是喝能够照见人的汤 但他们下眉窑 给小鬼子当灵工 如果听不懂小鬼子的话 也要挨打 风钻 头灯 挖煤 吃巷子面 吃了又拉不下来 但是也不能等死 就想方设法的要逃跑 死在山上 不给小鬼子挖煤 挖煤 炼铁 造枪 造炮 造了这些东西 去杀中国人 他们不能干 于是他决定要跑 不再给鬼子挖煤 就是死了 也不再挖了 他的话说着说着 慢慢具有了感情色彩 听众愣了愣 热烈的鼓起掌来 他吃了一惊 望着台下 又转脸寻找校长 校长对他翘起了大拇指 他的话也渐渐说得越来越流畅 他说 小陈跑了 被捉回来 当着大火的面 被狼狗扒了肚子 鬼子咕噜翻译说 海军说了 谁还敢跑 就是这样 我心里想 日泥扬的 只要有口气 老子就要跑 这时候又是热烈的掌声 秒寒接着说 一个女人 打扫血的 对我招手 钻进她的板棚 她说 大哥 我是在沈阳长大的 对中国有感情 我也不敢说话 怕她是奸细 她就告诉我 从厕所钻出去 就是山林 就在鲁利人和她的爆炸大队 在大兰镇街上欢庆胜利的那一天 鸟寒在日本 从梅瑶的厕所里钻了出去 进入了山后的密林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 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鸟寒从日本梅瑶的厕所里 钻了出去 进入了山后的密林 她发疯一样的跑着 一直跑得筋疲力尽 栽倒在一片画树林里 林中散发着腐败的树叶味道 有叮咚的水声在腐叶下 像弹琴一样 空气潮湿 雾气腾腾 夕阳光如金色的剑 从林木间连续的射进来 黄梨的提叫 惊心动魄 一股血的滋味 面前是绿的发黑的草 草叶间结着红润的果实 她吃了一些浆果 满嘴口水 又吃了一捧白色小蘑菇 胃肠脚痛呕吐不止 她闻到自己的身体 在鬼鬼祟祟的黄昏里 发散着刺鼻的恶臭 她找到一条山溪 洗去了身上的粪便 溪水冰凉彻骨 她打着寒颤 听到从矿区的方向 传来隐隐约约的狼狗的叫声 小日本发现了 晚点明时 他们会发现鸟寒不在了 她心里浮起一种 报仇血恨后的快感 她心想 小舅子们 老子跑出来了 看守矿区的日本兵 越来越少 但狼狗却越来越多 她隐约感觉到 小日本快要完蛋了 不行 还得往深山里走 小日本要完蛋了 被他们抓回去 为狼狗多冤呢 想起那大头尖屁股的狼狗 她浑身疲紧 那些滴着血的狗嘴 拖着小陈的肠子 像吃粉条一样 她把小日本发给的号服脱掉 扔到溪流中 衣服鼓胀起来 像黄色的牛催泡 顺流而下 在岩石边被阻挡 转圈又流下去 夕阳如写 山中 画树和橡树 藤螺和灌木 山松 马尾松 半崖碧叶片 金黄的野葡萄 从山溅里 跌跌撞撞流出来的小溪 一切都被夕阳改变了颜色 她无心欣赏景致 飞快地沿着西边 跳跃着那些巨大的光滑卵石 向山的深处跑去 半夜时 估摸着狼狗追不上来了 便靠着一棵大树坐下 她感到脚像放在炉火中烧烤着一样 又热又疼 肚子一阵阵发热 热霸又冷 清冷的月光 照耀的山林一片银灰 山溅中长满滑溺青苔的卵石 像巨大的鸟蛋 闪着悠悠的清光 溪水声传播得很远 被岩石激起的一簇簇浪花 洁白如雪 她栖身在大树紫色的暗影里 被寒冷饥饿 伤病恐怖惆怅等等 一大堆倒霉的感觉 折磨着 有好几次她甚至想到 这样莽撞的逃窜出来 是不是犯了错误 但每当这念头一冒出来 她就痛骂自己 混蛋 你自由了 你了不起 你再也不用替小日本挖霉了 再也不用受那些嘴唇上 刚扎绒毛的小日本鬼子的欺负了 她就这样 在既痛苦又激愤的心情折磨下 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 黎明时 她被自己响亮的梦一般的声音惊醒了 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但刚醒来就把梦中的情景忘得干干净净 她感到浑身都凉透了 心脏像一颗冰冷坚硬的鹅卵石 碰撞的肋骨疼痛难忍 夜路很重 树干上布满了一层淋漓的冷汗似的 月亮已经落到西边的山巒背后 几颗绿色的星辰在苍白的天幕上闪烁着 山谷中雾气蒙蒙 只只黑乎乎的野兽站在西边用舌头舔水 她闻到了星山的味道 并听到震荡山谷的猛兽的呼啸 天亮了 太阳出来了 山谷里的雾白茫茫的 她冷 走到阳光里晒着 看到身上一道道的边痕 有许多白色的化农小窗 一片片重胀的包块 被蚊子和小虫叮咬的 这哪里还像个人 眼泪差点流出来 晒得皮肤发了痒 但双腿间那一窝东西 拧根子 肿带子 冷得像硬的石头 居上去 小肚子顿痛 她想起古老的说法 说男人最怕冷的地方就是这里 女人最不怕冷的地方就是乳房 她轻轻地揉着 感到冰在这里慢慢融化 有一些凉凉的湿气被揉出来了 她现在后悔把身上的好衣扔了 怎么说那也是套衣服 白天能遮挡身体 夜里能避蚊虫 她在树下找了一些熟悉的野菜 古菜子 车前草 追蒜 扁蓄 这些没有毒 她吃了 有很多漂亮的野菜野果 她不敢吃 怕中毒 在山坡上 她发现了一棵野梨树 地下落着一层黄色的小梨子 有一股发了叫的 酒糟的味道 她尝试着吃了一棵 酸甜酸甜 跟中国的梨味一样 她高兴极了 放心地吃了颗宝 然后她想记住这棵树 转着寻找标记 可四周全是树 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 虽说太阳升起的方向是东 但那是中国的定备法 小日本的太阳 是不是也是东升西落呢 她想起太阳旗 在火车站前的旗杆上飘荡的情景 她想 跑出来不是本事 也不是目的 回家 高密东北乡 山东省 中国 她的眼前出现了那个天真少女的影子 她的清秀的长脸 高高的鼻子 白皙的锋满耳朵 想到她 她的心像沉浸在酸甜的秋梨汁里 她默默糊糊地感觉到 日本的北海道这个地方 应该和中国的长白山连在一起 只要一直往西北方向走 就能回到中国 她想 小日本小日本 但完小国 我豁出去三个月 把你走到头 她甚至想 只要自己走快些 也许还能赶上回家过年 娘死了 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把上官家的女儿娶过来 好好过日子 她打定主意 决定去找回昨天黄昏时扔掉的衣服 她小心翼翼地往回走 生怕狼狗从林子里扑出来 中午时 她感到应该到了哪个地方了 可眼前的景色 却与昨晚看到的大不一样 昨天她没发现竹子 今天却看到 山谷里有黑皮肤的蓬头散发的大树 有枝钻到阳光里去的白花 有一丛丛红色的白色的紫色的花束 真是鲜花烂漫 时农时淡的花香满山谷 那么多的鸟蹲在树枝上 好奇地打量着她 有她能叫出名字的 有些叫不出名字 都生着华丽多彩的羽毛 她想要是有把弹弓就好了 大概度过七个或者是八个夜晚后的早晨 她遇上了两个熟悉的劳工 当时她趴在西边 正把头扎在水面 学着野兽的样子喝水 就听到从西边一棵大橡树上 传下了一声轻轻的问询 是鸟寒大哥吗 她跳起来躲到灌木丛里 久为乐的人声把她吓了个半死 这时她又听到了来自橡树烧头的问讯 但这次是一个沙哑的成年男子的声音 是鸟寒吧 她狂叫着从灌木丛中钻出来 是我 是我呀 是邓大哥吧 我听出来了 还有小华 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她跑到橡树下 仰着脸往上望 冒出来的泪水沿着她的眼角流向耳朵 树上的老邓和小华 解开把自己捆在树叉上的腰带 沿着长满金牌的树干 笨拙的滑下来 三个人紧紧的搂抱在一起 哭着叫着欢笑着 三个人拉开一点距离 鸟寒的目光在老邓和小华的脸上来回跳动着 老邓和小华的目光却始终盯着鸟寒 他们终于安静下来 交流着分别后的情况 老邓在长白山伐过木 有山林经验 根据大树干上青苔的分布情况 老邓确定了方位 半个月后 当山上的树叶被秋霜染红了的时候 他们站在一个低矮的林木稀疏的山坡上 望见了波浪滔天的大海 灰白的海浪永不疲倦地撞击着岸边一块褐色的礁石 潮水像羊群一样追赶着冲上平缓的沙滩 海边上停着十几条船 有一些老年人 还有老婆子 还有妇女小孩子 在那里晒鱼晒海带 他们都哼着哭丧的歌 乌尔瓦尔 老邓说过了海应该就是烟台了 烟台离高密老家最近 已经很近了 他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望着海的那边有一片青山 老邓说那就是中国了 他们打定主意 在山上猫到天黑 等海滩上的人走关了 他们就坐着他们的船 回到中国那边 小华急着要下山 鸟寒让他等会儿 一会儿有一个人 头上带着瓦斯灯 在海滩上走了一圈 鸟寒说行了下去吧 一个多月 他们静止草了 见了晒在海滩上的鱼竿 他们比猫还馋 顾不上说话 吃了几条鱼 小华说鱼还有刺 又吃了一些海带 肚子里那个滋味 实在难受 就像煮小豆腐一样 嚼着痛 小华觉得自己的肠子 怕是被鱼刺扎破了 晒鱼的铁丝上 还搭着一件胶布围去 苗涵把它抽下来 扎在了腰上 着邀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